四世经营受魏德 拔门累住进成国 三级上下遮天日 九品高低奔帝泽 烟雀入堂欢贵树 英麻离世雁贫窝 清云子弟得来意 社稷心中到淡薄 视频笔下此期律正是说 西晋王朝以世家而起 凭宗室而生 但这样一个王朝 却在建国后第二任皇帝在位时期 发生了一场宗室诸王之间的内乱 这场历迟十六年的大乱 虽然根源甚多 但其中诱因还要从一位女子说起 她便是晋惠帝的丑皇后贾南风 什么容貌丑陋还能当上皇后 皇帝这是看上她哪一点了 这还要从她的父祖说起 西晋是建立在曹魏善让的基础之上 贾南风祖父贾魁 乃是曹魏重臣 历世曹魏被追封的五级文明三帝 他不仅对曹丕有拥立之功 在军政都各有建树 曾兴水利修运河 伐无寇就曹修 除劳苦功高之外 也是一位有得勤俭的士大夫 不仅对排挤他的曹修 不计前嫌相救 离死前还想着因没能斩杀孙权 报答曹丕 吩咐自己的后事一切从简 可这样的一位曹魏士大夫 却有两个能把他弃活的不孝后代 他的儿子贾冲 乃是著名映臣 历朝历代 谁最为人不齿 这个贾冲可谓首屈一指 贾冲继承父亲爵位 入室曹魏 却依附弄权妻主的司马家 在淮南二畔后 试探占领寿春的诸葛丹 要用力司马昭代位 诸葛丹虽然和司马师 关系很好 但他与被司马家剿灭的敌人曹爽 亡灵等也是关系密切 司马失死后 司马昭掌权 诸葛丹已经开始害怕 与司马家已是心生嫌隙 于是诸葛丹直接一句 你也配当假奎的儿子 骂了回来 是啊 他爹什么样的忠诚 什么样的节操 他呢 试探回去 直接劝司马昭逼反诸葛丹 再到后来 魏列帝曹毛看到 反对司马家的势力 已接近被消灭殆尽 无奈准备亲身讨贼 事败一死 也好过做警龙之困 将士们看见皇帝如此 也不敢阻挡 这时 贾冲站出来 直接指使门客成绩 杀了曹毛 替司马昭开了全臣 为了篡位 公然弑君的先河 贾冲 用曹毛 以及事后背锅 被杀的成绩性命 讨了司马家欢心 因此 西晋开国后 他也位高权重 正是凭借这层关系 身为皇帝的司马炎 才会经劝说后 定下贾南风 司马中两人 这份政治联姻 贾南风长相皮肤幽黑 眉毛点击 虽然没个复原图 不过听着就知道 不好看 可人家志气不低 他向来瞧不上父亲 攀附司马家 弑君谋朝的行为 他要禀祖父之遗迹 乱篡位之逆贼 虽然长得丑 后面都是胡宗 依照正常一点的说法是 贾南风貌丑而心恶 为尊而善度 尤其是与太子司马中成婚后 发现司马中不太聪明 哎 人丑当太子妃 当皇后 是政治联姻 那脑子不行 当太子 是他爹 前于正式太忙 没注意过儿子 不聪明吗 显然不是 司马爷 虽然是开国君主 但向来有荒淫怠度的名头 他还是很有时间 了解儿子的 那为何 他还要立司马中为储呢 明明大家都说 其他儿子更好呀 自古立掌不立贤 费掌立右 取乱之道也 这句话 可不是愚昧 是有实实在在道理 因为贤是没有硬性标准的 大家为了位置 很容易争起来 而司马炎长子两岁夭折 剩下子四里 二子司马中 便是皇后所出 位属敌掌 其实 司马炎也犹豫过 不过 他自己坚持敌掌 才更能说明 自己继承司马招位置的合理性 而且司马炎虽然荒淫 不过和杨皇后关系很和睦 皇后为儿子 找人一起劝司马炎 也对他的位置 进行了一定稳固 司马中虽蠢笨 其子司马裕 却很聪慧 更让司马炎 坚定了决心 不过 司马炎有时 还是喜欢考考司马中 来自欺欺人 司马中不会 只能由贾南风 帮他组织作弊 也因此 司马中 更依仗自己 这个媳妇 于是 贾南风 掌握了司马中 福利大权 之后 他可以用一手打游诗形容 南风貌丑而高位 太速交金 七地鱼 擅渡剑发心性意 姿形更像 恶人区 不仅限制司马中 宠幸其他妃子 要是发现其他妃子怀了孕 他可不像宫斗剧里一样 玩弯弯绕绕 直接就让人上去打 打到流产为己 这些妃子 还是好的 要是宫女怀了孕 直接杀了 更省事 时间一久 本来就性格交金的贾南风 一发不可收拾 司马中当皇帝时 他经常令人搜罗美男 一宫自己玩弄 玩弄他 也是知道这些美男 终不是自己的 他是玩玩就杀 心狠手辣 杀钱还要虐待一番 来宣泄心理 不光变态 还能搞事呢 丙祖父之一致 乱篡位之逆贼 这固然是玩笑话 但也有他因果在 贾南风祖父是曹魏重臣 司马家是篡位奸逆 他扰乱司马家天下 也有能牵强说成 为曹魏报仇的点 也说贾南风 出发点不是这样 就算是这样 纵观贾魁一生 也心中有天下之人 他也不会希望天下大乱 贾南风所视皇帝吃傻 根本没有权威可见 吕智在和高祖与发家时 一路相随 自有威严 无此经历者 如相武则天 也是借高宗威严 宠爱 才起的事 那贾南风 又是如何在晋朝 天下作乱的 司马炎去世 司马中等位 但其吃傻 不能理政 所以朝政 便被太父杨骏所把持 一直掌控司马中的贾南风 就不服了 他也有了专权之心 可司马中 没有权威 谁能支持他呢 这还要从司马炎的布局说起 司马家 能建立晋朝 一定程度上 是世家大族 选了司马家 当代言人 所以 晋朝特权阶级非常多 司马炎建国时 也感觉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 他分封了许多同姓王 去各地掌权就藩 防止西晋 成为下一个曹位 而这些宗室 变成了贾南风 可以借用的力量 贾南风 得到了诸侯王里 比较中意的楚王 司马炎之旗 要解除杨骏的弄权专政 司马炎带兵从荆州 到洛阳 杨骏竟然不阻止 掌握皇帝的贾南风 直接让司马中下诏 说杨骏谋反 借故 让司马炎控制洛阳 保卫皇宫 杨骏也死在 对他府邸的围攻中 其女太后杨骑 被贾南风吹 囚禁洛阳外 其实司马炎 曾经就想吹了 贾南风这个太子妃 还是杨骏说 多看看贾南风的优点 才保住的他 贾南风 这是害了恩人 而此次风波过去后 贾南风 如南王司马亮 老臣未冠 分掌大权 贾南风 还是不满足有人分权 于是 又通过司马中下密诏 让楚王司马尾 杀了司马亮 未冠 要说这司马尾 也是实在 换董卓 龙床 怕是都睡上了 司马尾 也不太过扩张权力 但贾南风却觉得 司马尾权力 还是太大 就要过河拆桥 通过伪造司马尾命令 散了他的兵重 让他束手就擒 在意他 狡诏害死司马亮 未冠至罪 把他也害死了 从此 贾南风大权独揽一段时间 贾南风没孩子 所以 诬陷太子欲谋反 废了他 欺负皇帝 是傻子 想要假装自己有个儿子 扶植他上位 自己好以后当太后 这时 经常讨好贾南风 很受信任的司马伦 计划推翻贾南风 可又怕太子回来后 自己这种坚定救党 受打击 于是 蹿跎贾南风 杀死了太子 但用这个理由启示 成功后 贾南风被司马伦 以金蟹酒害死 终于 八王之乱 过了一半 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